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普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在震荡做换手的格局 因为行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处于一个肋骨在轮动轮动的一个架构 那为什么台股现在这个时候要做一个震荡 目前还是整个都偏多的哦 我要再强调一次 邪恶第五波没有爆天亮 你就不用怕说邪恶第五波的结束 那国际那边也是相同 我相信今天大家要探讨说那国际道琼 每次只要创新高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就会想好像又不是那么强了 这就是邪恶第五波的特性 你一定会在这个掌势当中你不敢相信 但是要看穿这个掌势一个原则 请大家记得你尊重趋势就可以 那怎么样尊重趋势 好 各位像美国那边我先给大家预告 FED主席Bernicke 应该在这一两天又会再度进行所谓的 FED的一个演讲 他一定要帮后面大家最近在吵的 到底QE是要结束还是不结束 那很多费的其他的分行也都在讲说 好像QE不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不过我告诉各位 在芝加哥那边FED有一个分行的主管 他已经帮Bernicke讲了 其实原则上来讲 你要到2014年以前 失业率马上降到6.5%以下 难度是很高的啦 所以呢相对而言 他认为2014年这边应该没有什么机会 之前2014年之前 没有什么机会停止掉这所谓的QE的动作 那最近大家在这边在思考这问题的部分 我告诉各位 你还是以今天晚上Bernicke讲的为主 好不好 但是就我自己客观 我可以提醒大家 客观的跟你强调这件事 我判断QE不会这么快的结束 因为来各位重点来了 你看这几个讯号 像今天虽然新闻这边讲的 美国消费支出 还有房市投资在双喜 那其实这几天隐含了一件事情 隐含了说 像这个受访的专家 来这边麻烦一下 平均预测 今年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 将年增1.8% 核心的CPI是年增1.5% 那这反映出油价预测值下修的影响 那为什么油价预测值下修反而核心的物价指数要提升 各位 因为油价在下修 代表相对来讲你的成本会便利 像台湾一直以来大家对油店双涨事情也不是很快乐啊 为什么因为你当民生的用电民生的用油一直在涨 那相对来讲你的消费就要量入为初了嘛 对不对 美国也是相同 但是各位你有没有印象这一波为什么在黄金大跌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那黄金的钱你大家要注意 黄金的资金已经转到股市里面去了 那黄金的一个大跌 一定会导致原物料跟油的部分它继续的走跌 那原物料跟油继续走跌就代表过去大家认为的通膨的问题就大幅在减少啦 那大幅通膨问题减少之下 哎台湾最近有也都有降价耶 那是相对来讲 消费的意愿就会提升 因为你不用再花过多的钱去消费你的民生物资嘛 那美国也相同 所以呢通膨的减少代表消费会增加 那这消费增加不就是这一则新闻的重点吗 美国消费支出房市投资会双喜 有了多的钱才有机会做其他的事情 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还是提醒各位 我认为整个国际股市的趋势包含到台股也一样 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趋势不单单是让许多的散户投资人 他不敢相信 更重要的呢 来 今天哦 连外资都有三个没想到呢 外资哪里三个没想到 还没想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没想到台股近期长这么凶哦 再来第二个 没想到散户到目前为止 至今都还没有大买哦 第三个没想到企业在台股大涨以后 还是配发规模如此庞大的现金股利 好 这三个没想到 嘿 各位 我这边先恭喜你 你常常看我节目哦 你已经领先外资又一步了 你不要以为你不会领先外资哦 外资很明白的跟你讲 没想到台股近期长那么凶 那是因为我相信外资 讲出这句话的人 他可能不懂什么叫鞋的第五波哦 那你看我节目一段时间 你应该很懂什么叫鞋的第五波 所以这鞋的第五波的特性 只要你懂了 让你不敢相信的长势 不就是没想到台股 最近长那么凶的理由吗 好 这叫鞋的第五波 还有一个呢 没想到散户资金三位大马 意思一样嘛 因为鞋的第五波 如果你都没想到不知道了 那我请问各位 那当然很多散户投资朋友 没有大马 就是不知道这是鞋的第五波啊 不知道行情可以这样子走 所以针对这两件事情 我个人认为 到现在这个阶段 竟然外资还可以 没想到这两个重点 这代表这个行情 多方的结构还是相当的强劲 那更重要的呢 外资也讲了 没想到企业 在台股大展后 还是配发规模的住址 庞大现金鼓励 这一点原因之一 在于 他为什么没想到 因为在今年的第一季 有很多的公司 上市柜的公司 其实大股东那边 都有在回补持股 正因为他们的回补持股 那个时候 可能很多外资也觉得很特异 为什么在行情低迷的时候 他们去回补持股 那回补持股过后 为什么回补持股 理由很简单 配发现金鼓励多 代表他手上有持股 要去参与配股配息 而且 今年又是个景气的行情 相对而言 有景气行情 搭配上 又能够配股多一点 那股票市场 所持有的股票 大股东持有股票 相对来讲不是赚更多 我想针对这几点 在外资这里的没想到 各位你可以不用没想到 你可以很清楚地去掌握到 那紧接着既然 外资会没想到这些事情 这也代表外资 看这个金金涨的格局 他也会谋定而后动 那谋定而后动最好办法是什么 要把握到这个涨势 当然不可能说 像2330的台积电 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我也知道台积电后面还会再涨 但是台积电已经从去年的七八月 一路涨涨涨涨涨了这么久了 那外资 因为这里在大马台积电 除非它是在指数上面 有明显在偏多 在大幅拉上去的理由 不然的话 你像散户投资朋友 台积去到这 基齐电高了 我叫你再去做台积电 我这样刷得对 所以呢 外资自己也在策略上 该去看好 所谓相对低基齐的股票 低基股票 各位来 八克来金清点什么 宏达电广达出列 台股八家这样 里头有南亚 有金华 有台北 有广达 宏达电 赵丰金 见顶跟文茂 我认为这八家公司里面 严格让我来选的话 我会特别在精选 不单单是股价位阶基齐低的 甚至我还会把相对而言 这一波 它确实没什么涨到的股票 拉出来 那里头有些股票 其实它是已经有涨过的 所以相对来讲 你看外资在帮你选这样股票的时候 你可以尊重 但是最重要的 你哪些股票基齐够低 后面的成长性在哪里 我相信 八克来在选这些落后补党租权的时候 选法逻辑绝对可以接受 绝对是对 因为你有选到宏达电基齐低吧 南亚跌了13个月基齐低吧 很多股票基齐都低 但是这当中 是每一党各股的成长性 都可以把它列出来 这又是另外一个看的秘诀 那我这里跟大家讲了 正好现在的外资看法不谋而合 从5月13号当天 我就跟各位预告 看好电子股的理由 我特别强调操作策略重压 低基齐高成长的电子股 才是上上之策 低基齐的部分 现在很多人是认同 外资也认同 但是谁能够抓高成长 哇 这一点才不简单 好 那各位继续努力 大凡的部分 现在的震荡 我想结构还是相同 就是在那边补量 但是各位你来看一个讯号 来 我昨天特别讲了 像宏达电 是我们锁定低基齐里头 迎接主声段的公司 宏达电在昨天 日本的发表 合作非客制化的机种 叫HTCJ1 这HTCJ1 叫日本的Japan的1 那原则上 我个人认为 这代表 宏达电这一支 New HTC1的这支手机 在市场的受欢迎程度 非常的高 不然像日本这一种 比较属于封闭式的 而且很龟毛 要求水准比较高的国家 宏达电可以杀进去 我想这背后隐含的 就代表它的制造工艺 已经又拉升了 一个层次上去了 那所以啊 在昨天当宏达电 这样的新闻出来以后 你看到尾盘 后来宏达电拉上去 那我昨天再次的 跟大家强调 再以昨天收盘来看的话 宏达电是 母子十字的变盘线 出现了 那这种母子十字的变盘线 出现 还搭配了一个 KD指标 50之上出现黄金交叉 这个种种的讯号 都在预告你 回档到275这一波整理的走势 它已经正式的结束 而且呢 很有机会将再挑战波段的高点 我讲这件事情 各位你一定要去尊重 因为以宏达电这五月份的营收 到目前为止 如果以供应链 能够在之前连续两度上调 所谓备货的一个要求的话 那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我用一支NUHTGN大概2万块来计算的话 多100万支就可以多出200亿的营收 我现在比较紧张的是 宏达电会不会突然之前 来调升一个所谓的 未来的财务预测值 那很多投资人 现在在宏达电这里 从5月15号那个时候 跟大家强调 帮量要公耶 那很多空单还是不信 那更不要说 当时X线我告诉大家 5月7号的时候 我说不会破就不会破 一直到目前为止 你相信他会破人 你空到宏达电人 我说实在话 到今天目前为止 你真的是没贪到钱 而且你可能还要赔钱 那这个行情请各位 不要再认为 好像行情大盘涨了一段 就认为这叫涨多 就想要去空它 股票的操作 尊重趋势最重要啦 不懂的尊重趋势 每一天不单单 没有把该赚的钱赚到 然后去做错方向还要赔钱 这个是在操作上来讲 是最大的问题喔 所以今天在这边 我们看到这个2498宏达电 昨天的部分喔 我在跟大家强调 各位来 我特别把他的融资 拿给大家看 等我一下喔 来这边我按 昨天的融资喔 还持续性的 这个资料没有补 抱歉喔 来 昨天的部分 因为他的资料 电脑没有补 我记得昨天的融资 是大减了一千多张 而且正好昨天的宏达电是外资 大幅的买超超过三千多张 那外资已经连续十天都一直在买超了 我个人认为 其实现在外资它所锁定的也是属于这种低基期的股票 而且这些低基期的龙头股 我个人判断 很有机会引领整个台股后面再涨一波的风潮 所以请大家现在选股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重这些低基期 它筹码面当部分的融资啊 融资有时候代表是散户喔 那越不想要这个股票 筹码越回到所谓能够掌控资金人身上 这就代表这档股票 它随时都有让你获利的前提 请你要特别注意这个讯号 好 那讲到这里 也涵盖了 我相信可诚大家很关心 我们必须要讲 即使可诚喔 主141.5突破过后 我就是跟你说这个突破缺口不会补就不会补 很多人都一直在等可诚 能不能有回答多一点的买点 真不好意思 真的你等不到 因为现在会一直期待可诚要回答多一点只有一种人 我昨天讲过的我再强调一次 就是只有141.5以后 融券一度增加的那些人 会期待可诚回答多一点 但是各位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每一次可诚 它出现突破压力以后回撤支撑不破的格局 就代表它准备要在工前高了 昨天的可诚最低回撤到161.5 那这一波的突破就是在161 这161突破以后原则上 只要可诚 昨天回撤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做量缩了 现在只要继续做量缩下去 那些空单不单单没有什么机会补 甚至这代表可诚的部分 它的筹码扎实度 后面还要迎接更大的一波爆发力 那单支会从哪里来 它的业绩会从哪里来 来给大家预告一下 我在上个礼拜跟各位强调 5月底之前 美国的Apple 一定会让你看到一波长势 那为什么我会轻松的告诉大家 从技术面看这个讯号 那其实在基本盘的部分 我可以告诉你喔 美国的Apple 然后很有可能在近期要推出全新的MacBook Air 那推出全新的MacBook Air 采用一体成型铝合金的这个金属机壳 背后的供应商它还是可乘 所以各位 如果这样的讯息面利多还没有出来以前 请你要特别注意 可乘越适量缩 越适量缩 侧支撑越走越稳 你就要随时提防 回撤完成 准备公告的事实 我能讲的重点就在这里 希望你去尊重这些事情 我当然知道大盘在这边震荡震荡震荡震 好来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 当然有一些比较属于低价的 中小型的股票 最近走势蛮飘悍的 但是各位你要记得喔 低价的中小型的隐含一个 叫做你不好进出 如果你第一时间没有把一些低价的 或者中小型股票第一时间买到的话 我要呼吁 请你在买那些股票以前 第一个你先把股票看一看它有没有低基期 最近市场流行很多 一直在跟你强调 那些小型的啦 那些股票标得好凶喔 櫃台指数一直在创高 一直在标 你能够赚钱我祝福你 真的 但是我的做法 我的做法 我的做法 我明知道今年是 欸景气的多头行情的一年啊 低档的龙头股在低档盘旋这么久了 你不去把握低档的龙头股 让所有的投资人去赚到钱 那我说句实在话 那真的不配当一个老师 所以在今天的部分我还是跟你强调 纵使 宏达店可乘 这两家低档要迎接主生段的股票 在那边震荡 我还是请你 记住 反攻号角想起 你一定要吸收再吸收 我不是不卖 而是在于 如果我明知道还有机会卖更高 那为什么 就像别人讲的一样 欸我这里可乘169可以卖最高 那里又要来接 我宏达店礼拜五那天可以卖294 然后我打下来285 当天马上回接 各位 我 你如果是我的会员 我每天在那边一直在进出 你认为你跟得上吗 所以啊 我再告诉大家 现在的操作 我相信这个操作 并不是因为 涨上来以后 你担心行情的关系 你就自己越做越短 因为你自己越做越短 所以呢 每天就一个在那边跳来跳去的 我再强调一次 今年第二季这边 主轴IC设计 智慧型手机 低价平板电脑 还有包含太阳能 这几个主轴是轮动的 有的时候反而 轮动震荡下来 会是你的机会点 希望各位你要紧抓这些重点 甚至来各位 我在这里也讲过了 我像上个礼拜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太阳能 我们五月份 演讲或震撼发表给你的太阳能 各位 从五月八号当天过后 太阳能这一波 涨势 算是相当的激烈哦 而且也是越电越高 但是为什么我在当时 特别跟大家强调 请你要记得 我宁可太阳能的部分 我会特别紧抓 有垂直整病题材 要持续发酵的公司 那垂直整病题材 持续发酵的公司 最大的是谁 五四八三的中美金啊 我知道中美金你拿它 现在跟这一波 我们如果从五月八号来看的话 来各位来 从五月八号来看 你拿它跟茂迪 拿它跟六四的茂迪 或者跟三五七又新日光 对啦 涨势是比不上人家 但是各位 后面酝酿涨的不代表它会落后 今年第一季获利最好的 包含第二季成长性来讲 还会比较大的 其实是像太阳能在上游这一块哦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强调 有些股票是因为它过去跌得太深 但是你如果论基本盘 论业绩面的优势 具备垂直门题材的高效率 多经济发电的是谁 充美金一家而已 所以我要请各位 我们选择的个股告诉你 只有一个原因 希望你在每一个人 在操作国里面你会安心 不是说每天带你坐股票 跳来跳去 各位 这种行情你如果跳来跳去 真的贪罗大钱 到今天为止 来我们可乘的部分 当时的转账 或许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没有关系 但是我相信 公布去年第四业绩141.5元 大家通通都已经懂了可乘以后 你到目前为止 如果不是我一直坚持下来 各位你会见到169吗 你在这边都会一直一路 哦哦哦哦 为什么可乘拉回没买 为什么可乘当时 小摩在唱税的时候 哇很恐慌不敢做 然后掌上来了又要开始要追 我告诉大家 这家公司 金吉姆啦 你合法做啦 啊如果真的不合作 来 拜托你 可以跟我们公司做一个联系 我这边 我的坚持 我一定要完成 我们所掌握主生段的公司 DG期的 我今年一定要完成 让你换房子 换车子的部分 这是我答应给大家的 我一定会办到 好 进个广告 等下回来还有更长内容 告诉你 谢谢 沙拉沙拉 像一个啦 沙拉沙拉 像来啦 想想让你无法作假 沙拉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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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来啦 慢慢好想偷情一下 沙拉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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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自禁他也送他 沙拉沙拉沐浴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02-2579-1155 好听 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 认证通过 会退休 会疾痛 思思解痛 加强定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好听 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 认证通过 会退休 会疾痛 思思解痛 加强定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祝从处来 每位小粒 i yito i yito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9-1155 2579-1155 甜点时刻 喝双剑茶王 油腻甜腻双双 我喜欢它的技术温馨 电图自行都清楚 它的筹码分析 让我知道哪一只股票大户拼命吗 它的基本面完整老实都在用 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哦 他们都是用轰天雷 赚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中华财经台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好嘞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台北股市 到了目前为止 其实我这边 我再跟大家呼吁一个重点 我希望投资朋友你要谨记 今年是景气成长很重要多头的一年 每一个人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懂股票 你就应该好好积极掌握 你后面财富在哪里 但在掌握财富以前 我也必须要讲 最近陆陆续续 有投资朋友 都带着股票 来找到我的团队 那我的团队 我看了一下大家股票以后 我说实在话 你们自己要记得 有些个股 如果你在不对的行业 做了不对的动作 相对来讲 很明显在这波涨势当中 它是比人家弱很多的 那代表你的股票 它的走势 完全跟大盘脱钩 甚至有可能你的景气 产业的循环 那个产业的结构 它还不是在让头上 所以你的那些个股 相对来讲 就绝对没有办法 让你在这一波当中去获利 那是你一定会面临 所换股的问题 其实做股票很简单 有的时候是当机立断是最重要的 但是当机立断不是在跟你讲 我穿了一支红达电 穿了一支可乘 我就想每天在高点低点 跳来跳去 各位 那是因为红达电可乘 现在还在酝酿 这整个主生段 它在一步一步 反步走间的结构 你要珍惜它 还有机会给你进场 不是因为说 看它股价比较高 想要每天要赚一下赚一下 你如果这样做 就像我说一样 一支金鸡母 你每个月时间到 它放个金鸡蛋给你 你就去把它收割就好了 你总是喜欢 大家说的一样 我相信 因为很多股票 你就像以前一样 青菜肉鸡 偷偷偷偷吃吃的 吃得很欢迎 吃完以后 后面才好 哎哟怎么 我当时怎么卖在那里 各位 千金难卖早知道了 我今天如果不是知道 我所看好的产业 我所看好的公司 后面可以涨到哪里的话 我绝对不会在那边 大胆的跟你讲 为什么请你 我这一路以来 我坚持 你没有必要 不会不多 你不要乱卖 这是你大赚的一个机会点 我这么坚持 你看到台面上太多人都恐吓你 但是我真的希望你建立你的信心 我们一起努力 我希望这波行情大家都能够开心的去赚 至少累积到你该有的财富 祝你超出顺利 需要我的地方跟我们做个联系就可以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谁胜评估并资付投资的贡献 无不当之财物理关系 启发乳 添加女王风乳 让秀法向女王般 波 亮 柔 顺 五六六 启发乳 五六六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零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零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零二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零二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超大台面 完美无风不藏够 凯撒一体瓷盆 凯撒未遇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零二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零二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 泰式绿咖喱火锅呢 试喱火锅 试喱火锅